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中自制炸烧汁 让您尽享美食带来的满足 制作炸烧鸡 您需要准备的主料有 鸡腿肉 调料有 料酒 香油 白糖 蜂蜜 黑胡椒 蚝油 酱油等 陈斌最近教我们做很多鸡肉呢 都是那种叫少油 步骤也比较简单 但是会做一个汁或者一个料配着这个鸡肉来吃的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万能之料 对吧 可以一个菜就做一个系列的 今天是个照烧系列 那我们先说说食材 用什么食材呢 对 看我们这个是去好骨的鸡腿肉 我们从它的内侧给它改一下刀 一根那种比较大的鸡腿就行了 对 琵琶腿 然后把骨头去了 对 在它的这个肉的这一面划几刀 入味 待会呢 你这个改刀完了以后 这整块的鸡肉是要腌制还是要 好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腌制 现在我们要腌制这个鸡胸肉了 对 我们这葱姜拍一下 一遍它是味 然后 就直接用葱和姜 葱片和姜段 对对对 然后我们这个 给它料酒 嗯 好 盐 今天你用了料酒 有一次你教我们做鸡翅 当时腌的时候用的是白酒 对 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是做的烧的 它要在锅里跟着我们调味料 就是比咱们要煎烤的时间六月长一下 要渗透一下 嗯 所以咱们今天用的是料酒 所以上次那个鸡翅 因为我们做的是煎烤的这种烹饪方法 对对对 用白酒呢 就比料酒要更容易挥发掉那个酒味 对对对 也不容易上颜色 对对 好 你好 我们这个给它抓一下 我们用了一点盐 一点白胡椒粉 一些料酒和姜片葱段 把这个鸡胸肉抓一抓 腌入味儿 这个要腌多长时间呢 这个腌个三五分钟就可以 哦 这么短时间 一旦我们要烧汁 对 因为烧的这个 一般都给它改完刀了 可以入味儿了 嗯 好 现在我们 我们做一个 我们做一个照烧汁 我们今天的这个胃形就是从这来的 对 照烧汁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感觉有点甜不是吗 对对对 它的甜味稍微 比一般的菜 要稍微重一点 比它烧汁菜 照烧汁的甜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可以 第一个是糖 再有一个是蜂蜜 哦 嗯 那可不可以理解成 它是跟其他各种不同的甜味 调味料的 调味汁的区别 主要在于蜂蜜的这个作用 对蜂蜜 而且这个蜂蜜的放的时间 特别重要 就是在待会儿烧汁的时候 是吧 对 我们现在做一个汁 嗯 照烧汁应该是一个日本菜系里头的 日本人烹饪里的东西吗 还是说是中国的 它其实也是起源于中国 但是日餐里做的比较多一些 而且大伙说了 这个跟黑椒汁啊 红烧汁不差不多 实际上也差不多 但它不一样的在哪 第一呢 我们是不勾芡 它是在锅里先煎 后烹入汁 这个再简单烧一下 而且它这个甜度呢 你看我们加入了蜂蜜 而且这个蜂蜜呢是后方 它提到的一个是 综合这个口味 再一个呢 它会烧出来的菜呢比较亮 哦 不勾芡的嘛 这个汁它也不会显得 这个汁水很稀的感觉 明白了 就是它看上去像是比较浓的汁 对 然后汁色也比较红亮 对吧 对 我们现在要看陈斌 怎么做这个照烧汁 他先是把洋葱切了 洋葱碎 对 先煸一下是吧 对 煸洋葱 煸洋葱煸香之后呢 我们加黑椒 这个黑椒的量呢也不要太大 哦 对啊 你刚才自己也提到了黑椒汁 到这个步骤 是不是做黑椒汁的这个手法也是一样的 对 然后呢我们来一点点水 煸洋葱 煸洋葱 然后下胡椒粒 先放蚝油 先放蚝油 少来一点点糖 说你这个不是甜吗 怎么放一点呢 待会我们还有蜂蜜 所以这个糖呢也不要太多了 啊 所以照烧汁的甜主要是来自后放下去的蜂蜜 咸酱油 那我觉得后面你说它会发很亮很红的这个颜色 可能就是其实跟酱油也没有关系 蚝油也没有关系 还是靠蜂蜜对不对 一个是酱油也有关系 最主要到最后这个亮度和颜色还是靠它去提升 蜂蜜出来 对对对它会亮一些 基本上这个汁略熬一下 嗯 刚才陈冰也强调了蜂蜜下去的时间很重要 现在这个黑椒汁 现在这个可以叫黑椒汁吗 嗯 我们顺便学一下 咱们不能叫黑椒汁 咱还不能叫黑椒汁 对 然后我们这样把它倒碗里 咦 可是蜂蜜始终没有进去 对 我们因为待会儿这个蜂蜜一定不要现在放 嗯 准备把这个鸡头肉煎一下 煎熟啊 我们也不过油 还是煎一下 我们整块下去啊 对 说这个整块又不好熟 干嘛不改刀 对啊 这个鸡头肉啊 它这个你 改完刀之后它容易锁锁 再要一个锁锁 形状不好看 嗯 我们这整块煎煎完了再改 这个是我们理解中的鸡排吗 做出来最后那感觉 嗯 我们要煎完了再改刀 哦 然后明白了 等它定型之后 对 它就听话了 对 对对对 要不然它一缩水 那个形状乱七八糟的 对 出来就不漂亮了 大家看全冰还是先把有鸡皮的那一面先放下去了 割的油量也不是很大哈 对咱也其实一个溜一下锅的一个过程 嗯 稍微润一下锅就够了 对 对 然后呢 这个煎的过程呢 会让鸡皮那一面自己也出一点鸡油 对 出一点鸡油 可是感觉你在锅里就这么 就这么煎这么大的一块肉 还是觉得这能煎透吗 嗯 我们煎不要把它煎熟了 因为那儿我妈有个烧的过程呢 明白了 就是两面都煎住了就可以了 对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为什么一定要有煎的这一步呢 去一下里面的油的脂肪 而且在家里吧 人们不习惯是把它过油啊 或怎么样的 这样呢 我们一个是看不用什么油 是 要好操作一些 嗯 这样你在煎吃过程中呢 和你过油的这两个概念 过油它永远会吸食油 而我们煎它会出油 是的 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 区别挺大的 尤其是在煎这种少油的这种肉 鸡肉的油本身就不多 对 像我们煎的出油了 把油倒出来 你看 再接着煎 人家说好不容易出了点油 你又给倒出去了 对 那我能不能把那个 就是鸡皮那一面多煎一会儿 因为那样的话 出的油 也可以 也可以 只要是保证这个面 不会糊掉就可以 对了 关键是不要掌握它那个火候 不要使得这个鸡皮那一面焦掉了 对 我觉得现在感觉好像都整块要熟掉了 熟透了 现在应该也就五六成熟 现在还没完成熟了 现在昨天还是软的 筷子下进去肉还是很嫩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我们就要这样的感觉 只要两面煎住了就行 对对 前会儿还没改刀 一收这儿就OK 一会儿出锅我们就改刀是吧 嗯 像这样它是下锅什么样 出来会什么样 它基本会缩一点点水 但不会整个形状缩得很厉害 它是在原有基础上缩了一点 这样按照陈冰的说法 待会儿出锅以后 我们想把它切成像什么样子 我们自己可以掌握了 对对对对 否则的话就像 如果我们事先改刀 现在去煎 一个是形状会特别不规则 不好掌握 一个是缩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确实不好看 对对 像几个小丸子的感觉了 明明就是一大块鸡肉嘛 这看起来还挺过瘾的 对 表面现在有没有算煎透了你觉得 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这个不要把它完全煎熟 煎熟了当时一收汁的话 它一烧就会老掉了这个肉 如果是我煎的时间没有你这么长 我待会儿烧的时间长一点也可以吗 也可以 但是为什么说 那可以还要煎那么长时间 就像煎瓦辣它皮是焦的 但是它里边是嫩的 所以瓦辣的口感会好一些 对 有这么一种外焦里嫩的口感 你看我们慢慢把它冻一样行 你看这样 嗯 我们基本上五六成熟 不是玩传熟的锅 还真是的 这样先把边边角角的那些切一切 好 我们这样把它放到锅里 直接 直接回锅 对 哇 尽量保证它的形状 嗯 我们这个时候拿来看 这是刚才炒好的洋葱 黑胡椒 蚝油 酱油的汁 对 看我们这个就继续烧 嗯 你看这个汁 嗯 它就粘稠了 我们这个时候夹了蜂蜜 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个烧 不像我们想象的把它全浸泡在里面 对 是把那个汁烧开往上 往这个肌肉上淋 对 哦 这个时候 对 它一高温加热的话 它就不太好 而且这个 对啊 会破坏营养 对 我们再一烧就差不多了 其实 刚才我们整个这个烧的过程都是开着小火 对 这个汁 要把它全收干吗 不要 我还稍微带着汁这样 我们还可以泡点饭去 哦 对啊 怎么忘了呢 好 我们这个时候呢 这就是套餐了 你帮我拿个小铲把它铲出来 这样效果会好看一些 嗯 嗯 出锅了啊 好 我们给它 嗯 嗯 这个照烧汁这个时候的香味哦 开始只有黑胡椒的味道 还有点洋葱的那个刺激的味 现在变得很柔和 对 嗯 啊 那个甜味真香啊 我们这样把这个汁稍微再一热淋上去 把它一淋啊 对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这道菜全靠这点照烧汁来提神和提味 对 主要是提神气 你看它那个汁液的那个粘稠的感觉哈 对 又不沉重 但是又不给人感觉好像很水 对 还是有糖浆感 好 叫烧鸡 制作要点回顾 一 鸡腿洗净去骨 内侧改花刀排斩之后 加入葱姜 料酒 盐 白胡椒 腌制三至五分钟 二 锅上火放入油烧热 放入洋葱 放入洋葱碎煸香 然后加入黑椒碎炒制 倒入少许开水 加蚝油 糖 鲜酱油熬制 之后倒出备用 三 另起锅 倒入少许油 将鸡腿肉皮朝下放入锅中煎制 当两面煎制定型后切成金光色 取出改刀 之后再次放入锅中 倒入炒制的料汁 小火进行收汁 当汤汁粘稠后 加入少许蜂蜜 调制均匀 即可盛出 咽着我的口水 你说今天我们这份照烧鸡肉套餐 对 买多少钱合适呢 买多少钱 看能在什么地方 这样吧 头一份我免费 吃着好呢 就自动想给锅给到上 预约吧 好吧 这个自己如果会做的话 自己就可以漫天要价了 对对 其实很好学 其实照烧汁学会了以后 可以做照烧猪排 猪排牛排 牛排 鱼排 对 甚至照烧的蔬菜也可以 对对对 就是照烧汁半饼饭也好吃嘛 照烧土豆条 哈哈哈哈 照烧汁 照烧鸡肉套餐 大家开始学吧 我们好吃 我们好吃但是不难做 天天锦囊 今天带来一道味道浓醇 营养丰富的果奶 香蕉椰奶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香蕉 椰浆 鲜奶 蜂蜜 做法很简单 一 将香蕉切块 和牛奶 椰浆 蜂蜜 一起放在料理杯中 二 用搅拌机 将其搅打成香蕉椰奶 即可食用 一用搅拌机 水 加入 四 入口 入口 冬 入口